大家好 我是爱与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新活动 星雄铁道2.2版活动 钟表小子美梦往事 已完结 活动攻略 噩梦大作战 钟表环游记 金梦大危机 迷梦大冒险 美梦大机密 特殊结局 爱汽水的钟表小子 噩梦大作战经典结局 好的活动第2部分 我们去做 新解锁的影片 然后噩梦大作战 这批我们要做的是 噩梦大作战的经典结局 结局结束之后 后续会有剧情 我们直接开始 然后第1幕 我们这里 可以退的话就自己退一下 不可以退的话就点一下 你第二次做的话 它也可以退出的 完成之后 首先它要求展动 我们再有这个 酷的标志 旁边放3 左边放2 再针着 做就行 好 结束 左边4 右边2 继续 然后 右边5 左边3 继续 第1个4 最后一个1 第2个4 继续剪辑 剪好了之后 继续剪辑 进度条 继续剪辑 然后开启第2部分 依旧是需要感动 这里会有一些旁白 等待旁白结束 好 旁白结束之后 我们 左边4 右边3 在结束之后 我们 左边5 右边1 然后右边它是 按要求我们去放 要求偶数 我们放4 然后3 要求大于小于 我们就放现在的数字 这里5 4 2 继续剪辑 好 合着之后 我们点击继续剪辑 季度条 我们继续 这里是可以结束了 特殊结局的 之后我们需要完成后续任务 再回来去做 这一批先做经典结局 最后一幕 依旧是有旁白 好 结束之后 我们左边6 右边1 继续剪辑 然后下一批 左边5 然后右边3 左边3右边5 然后下一批 叫视频 左边3右边6 再下一批 注意右边不要放5 放5的话不触发 需要放2 它需要偶数 然后我们左边去放5 否则缓这里 分会不漏 之后18的7分 它尤其90分 达不成任务 然后最右边6 左边2 中间1 继续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美达成任务 多3分 继续剪辑 然后拖进度条 这一批就完成了 解锁经典结局 之后又是有一些旁白 旁白之后我们这个任务没有结束 需要 需要等到我们完成后续之后 再回来去解锁特殊事件 好 那么我们这一批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再走哦 记得关注再走哦